很高興自己能夠上大音幕 我現在才知道可能接下來我要練的是國語 因為在螢幕上面我發覺到我的原住民口音太重了 所以可能回去要好好的學一下國語 那非常感謝導演他們還有所有製作的團體 給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敷衍國小完全的表露無影 在各位的面前包括小朋友的生活 還好我的生活沒有呈現 謝謝導演 看了這部片之後我可以有另外一種角度去看小朋友 其實我的球員也是很可愛 那我現在還是仍然跟他們一起並肩作戰 那我給他們的憧憬是 希望有一天跟著教練到美國去 這個是我的希望 當然美國絕對沒有台灣好 可是那是一個過程 還好導演沒有把我的很多鏡頭呈現在螢幕上面 你們會覺得說 這個教練怎麼這麼兇啊 其實我是很溫柔的 那我沒什麼話 應該是導演要講很多話 我都佔用很多時間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所以教練我有一點不懂的意思是說 你還是在帶他們是不是 就是說他們還是 現在上了國中 還有國小的小朋友 都還是用你來帶 對 呃 這些小朋友其實來講 在螢幕面前我真的是很嚴格 這個我 可以承認 我們原住民的小朋友 我們所看到的都是他運動天分的這個部分 會忽略到他很多 學習上面的能力的培養 所以我一直要求小朋友在各方面能力 必須要去培養 那他們現在目前為止 都還在跟我一起練球 包括森維他們 你們看到那個 將來要當星光棒的 張元華 阿貴 還有馬志恩 現在都還在努力 呃 我也希望說可以幫他們創造另外一個春天 我是 這個是我真心的希望